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了销售量 有了单价 这两者就可以求出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的销量40万件 单价90元 第三季度的销量50万件 单价85元 每季度销售收入当季收60% 次季收40% 2019年年初应收账款的余额是800万 在第一季度余预收回 好 接下来 2019年年初产生品存货是3万件 每季末产生品的存货为下季度销售量的10% 好了 你一看 往往会涉及到我们的生产预算 看下面第三个条件 单位产品的材料消耗是10千克 单价4元每千克 当季所购的材料当季全部耗用 季初季末就没有材料的库存 所以当季生产需要的原材料 那就是当季购入的原材料 每季度材料采购货款呢 50%当季复兴 50%夏季复兴 2019年年初应付账款的余额是420万 在第一季度余产付 好了 这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我们直接材料预算 第四个 单位产品的人工工时呢 是两个小时 人工成本是10元每小时 制造费用按人工工时预分配 分配率是7.5元每小时 就是啊 就这个制造费用来讲 每一届咱们也得耗两个小时 销售和管理费用全年是400万 每季度100万 假设人工成本制造费用 销售和管理费用全部当季付现 全年所得税费用呢 是100万 每季度一脚25万 好 第五个条件 公司计划在上半年安装一条生产线 第一 第二季度分别支付设备购置 450万和250万 第六个条件 每季末现金余额不能低于50万 低于50万的时候呢 将银行借入短期借款 借款计划为10万的整数倍 借款既出就取得 每季末支付当季的利息 就这个借款呢 利息是每季度支付 季度利率为2% 这是季度利率 不是年利率啊 高于50万的时候呢 高时部分按10万的整数倍 偿还借款 在季末有个偿还 所以既出借款 季末偿还 这样呢 当季 我们借钱 当季有利息 当季还钱 当季还有利息 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没有其他融资和投资计划 好了 这个条件呢 确实比较多 它的要求啊 也是简单粗暴 请你填下面这个表 填完就完上 那么在这个表当中啊 是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所以呢 这两个季度的现金预设 那么它的表头都给出来了 你看 第一步 可供使用的现金 第二步 现金支出的合计 让两者一相减 我们的第三步 现金多余或者不足 最后呢 是现金的仇硕和运用 那么 对这块来讲 非常的清晰 那后面 有现金多余或者不足 有希莫的现金比额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把这些表格 填列完毕呢 我们前面的条件啊 咱一个一个的拿过来 不往回翻 我们把它拿过来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季度 七输现金比额 前面直接告诉 第一季度的七出 现金额是52万 所以52万填上去 下面 我们要确定 它的一个现金收入 那么确定 两个季度的现金收入 那请问 现金收入能源于哪啊 能源于我们的销售预算 好了 我们把前面的资料放在这 我们说啊 第一季度 销售量是30万件 单位售价是100元 所以第一季度的营收 一季度的营收 应该是两者相乘 3000万 那么第二季度的营收呢 同样的 你一看 第二季度销量40万件 单价是90元 所以第二季度营收 40再乘以一个90 这3600万 好了 这是关于两个季度的营收 确定出来 你再看它的收线政策 当季 收60% 四季 收40% 并且 19年的年初 有应收账款余额800万 在第一季度收回 所以根据这个条件 我们确定 第一季度 它的现金流入 就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七出应收账款余额 这800万 在第一季度已经收回来了 再加上 第一季度销售收入的3000万 在第一季度收回了60% 这样呢 我们的第一季度 现金收入 这就出来了 多少 800加1800 2600万 好 这个地方就填2600万 那么 第二季度呢 第二季度 它的现金流入 包括两块 第一块 第二季度销售收入的 60% 那么就是 3600再乘以60% 第二部分 第一季度 销售收入的40% 所以3000再乘以40% 这样呢 两者相加 得到我们第二季度的 现金收入 多少啊 来我加一加啊 这个地方 3600乘以点6 再加上3000乘以点4 嗯 过于依赖计算器 是吧 这样呢 我们的第二季度 它的现金收入 3360万 好了 这两个数据 这不就有了吗 两个数据 在这都有了 接下来 我们 把第一季度的第一步 算出来 可供使用的现金 这就是我们第一步吗 可供使用的现金 用 期数现金以后 再加上 当期的现金收入 这样呢 第一季度 可供使用的现金合计 搞定 2652 那么第二季度 咱搞不定 为啥 因为第二季度的 期数现金余额 咱不知道啊 第二季度的 期数现余额 那就是第一季度的期末 现在第一季度的期末 我们还不得而知 所以啊 第二季度的第一步 可供使用的现金 咱们算不出来 放一边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现金支出 那么现金支出啊 在这儿 具体的项目 都我们列出来了 最为重要 在这条题目当中 也是最为关键 难度最高的 那是材料采购 所引起的现金流出 希望同学们 跟上我的思路 好了 那同学们回忆一下 对于直接材料来说 它在进行 相关预算的时候 我们会设计到三步 第一步 直接材料的生产需要量 第二步 直接材料的采购量 及采购金额 第三步 这是现金流出啊 所以我们从 直接材料本身来说 就需要通过这三步 才能搞定 你再一看 连我们现在 每个季度的生产量 都没有直接告诉 所以我们一步步的往下走 我做第一季度 下去 同学们做第二季度 我来做第一季度啊 关于材料采购 现金流出 来 首先我们的第一步 确定第一季度的 生产量 各位们看 第一季度的生产量 如果确定 它说 2019年年初 产生命的存货 是三万件 每季度末 产生命的存货 为下季度 销量的百分之十 那你再一看 我们第一季度 我们的第一季度 销售量是多少件 第一季度的销售量 三十万件啊 就等于 第一季度的销售量 三十万件 再加上 它的期末 期末 是下个季度 由于是第二季度 销售量 四十万件 得百分之十 再加四十 再乘以百分之十 这是当季生产 加期末 再减期术 期术多少 它直接告诉我 期术 产生命的存货 是三万件 这样呢 我们得到 第一季度 它的生产量 那不就应该是 三十一万件吗 好 那么接下来 直接材料 我们现在 回到直接材料 直接材料的 生产需要量 是多少 你再看 第一季度啊 我们生产量 是三十一万件 每一件 耗用十千克 每件耗用十千克 所以 我们的第一季度 生产需要量 就材料的生产需要量 那应该是 三百一十万千克 好 这实际上完成了 我们第一步 下面 我们完成第二步 第二步 我们要确定 它的采购量 那么 采购量 怎么确定呢 当期 生产需要量 加期末 减期出 你再一看 当期 我们的生产需要量 算出来 是三百一十万 再加上 期末 是多少 期出 又是多少 还记得前面 有个条件吗 前面说 期术期末 都没有原材料 当期需要 当期采购 所以我们的采购量 那就是三百一十万千克 那么呢 采购金额呢 好 采购金额 同学们再一看 他说 单价 是四元每千克 那不是四元每千克吗 这些采购金额 三百一再乘以四 采购金额 一千二百四十万 这是咱们的第二步 那么第三步呢 第三步 看一下它的负现政策 它的负现政策是 当季 负百分之五十 次季 负百分之五十 并且 2019年年初啊 应付账款的余额是 四百二十万 第一季度 余计偿付 所以我们的第一季度 材料采购所引起的 现金流出 期出应付账款四百二 咱们要还 再加上 当季度采购金额 一千二百四 只付 百分之五十 好了 这也是第一季度 材料采购 所设计到的 现金流出 来 一二四零 再除以二 再加上 四二零 这样呢 得到一千零四十万 这样我们的第一季度 这一道材料采购的 现金支出 一千零四十万 第二季度 同学下去 自己算了啊 第二季度 相信每个同学 一定能够算出来 那么第二季度 算出来以后呢 是一千四百四十万 好了 这是我们的材料采购 下面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啊 相对来说 他们的思路 就比较类似了 咱们看一下前面条件 说啊 一件产品 耗用两个小时 直接人工 那么人工成本呢 是十元每小时 我们想想 刚才确定 咱们的 第一季度 生产了三十一万件产品 三十一万件 那你再也看 每一件 需要耗用两个小时 每个小时十块钱 所以一件 就需要二十块钱 这样两者一相成 我们第一季度的 直接人工 六二零 那么第一季度的 制造费用呢 哎 制造费用 它说分配率 是七点五元每小时 每一件呢 就耗用 两个小时 总共耗用 十五块钱 所以三十一 再乘以十五 得到我们这个地方的 制造费用 好了 那这样呢 我们直接人工搞定 制造费用搞定 第一季度是这个思路 第二季度同样是 下面 销售和管理费用 前面说 每个季度是一百万 所得税费用呢 全年是一百万 四个季度预奖 每个季度二十五万 购买设备 它说 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分别支付四百五十万和二百五十万 购买设备高定 好 这样呢 所有的现金支出 全部一汇总 我们的第二步 现金支出的合计 高定 第一季度二千七 第二季度三千二百五十万 往下走 下面 我们 把第一步和第二步 两则相减 得到第三步 好了 为了方便同学们 来 我把前面的参数 先放在这 我们前面呢 第一季度 可供实用的现金已经有了 那么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 现金支出的合计 也有了 把前面的数据 放在这儿来 好 现在我们依然回到第一季度 那么 第一季度的第一步 第二步都明确 两步一相减 第三步就出来 第一季度 现金的多余 或者不足 那一减出来是 负了48 显然是不足啊 缺了 缺了怎么办 缺了找银行借钱 借多少钱 借 借A 就借A这么多 好了 现在 负的48 再加 借的A 他说 借款在期出 还款在期末 当 当即借钱 当即要付利息 负多少的利息呢 A 再乘以 2% 记忆度的利率 好了 这样 就应该等于期末现余额 他说期末现余额啊 是不能低于50万 要大于等于50万 你把这个A 给结出来 结出来以后 这个A啊 那应该是 应该是100万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A 确定出来 A 是100万 那么 需不需要还款 不需要 那么A 100万的借款 季度利率2% 所以 我们现在 要支付2万的利息 这样算出来 刚好 我们的第一季度 最终的现金余额 那就是50万 是吧 好了 那么 第一季度啊 期末的现金余额 50万搞定 下面 我们就来到第二季度 第一季度期末的现金余额 就等于第二季度 期初的现金余额 第二季度说 我等你这个数据 等了好半天了 因为我要计算 可供使用的现金 在这 把50万拿上去 这样呢 第二季度的 可供使用的现金 搞定 3410 第二季度 可供使用的现金 都有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算出 第二季度的第三步 那就是 现金的多余 或者不足 好 这两者相减 A 160 那么160 显然是多了 多了 多了就可以还钱了 我们还多少钱呢 来继续设位置参数 160 假设还币这么多 甭管第二季度还多少钱 都在第二季度末来予还 所以基于此 咱们第二季度啊 发生的这个借款 依然是按照100万 做基础来认计算 所以再减去2万的利息 我们应该大于等于50万 好了 你解出来这个币啊 它应该是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多少 108万 那还款 借款 都是100万的整数倍 所以现在我们还 就要少还一些 那我们还多少 就还100倍 所以在这呢 我们还 还100 还到100以后呢 你再一看 最终 确定出来 期末 现金余额 那58万 没有低于50万 可以 好了 这是我们这条题 这条题到此 就全部结束 好了 这是18年计算分析体 下面这条题 计算分析体 甲公司是一个 生产贯同的公司 该公司每年 都要在12月份 编至下一年的 分季度现金算 有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 该公司只生产一种 苹果贯同 由于原料采购的季节性 只在第三季度进行生产 而销售全年都会发生 资料二 每一季度的销售预计如下 第一季度是990万 第二季度是1500万 第三季度是3600万 第四季度是750万 好 销售收入都告诉了同学们 所有的销售均为奢销 应收账款期数余额是282万 预计可以在第一季度收回 每一个季度的销售收入 三分之二本季度收回 三分之一下季度收回 好 第四个 采购贯同的原料预计收出1800万 第二季度需要预付50% 第四季度支付剩余的款项 那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分别来进行支付 第五个 职业人工费用预算发生1900万 在第三季度预支付 因为其他季度不省产 第六个 负现的市场费用第三季度发生600万 第一第二季度均发生150万 第四季度由于设备进行检修 发生了350万 负现的市场费用 均在发生的季度与支付 第七个 每季度发生并支付销售和管理费用 是200万 前年所得税预计360万 分四个季度预假 每个季度支付90万 往下走 第九个 公司计划在年初 安装一条新的市场线 第一季度支付500万 第二季度支付300万 看下面 期出现金余额是16万 没有银行借款和其他负债 公司需要保留的最低限余额是10万 现金不足 最低限余额的时候呢 找银行借钱 超过最低限余额的时候呢 需要场合借款 借款和还款 均为5万的整数倍 借款 年利率 是8% 每季度支付费市利息 计算银行借款的时候 假定借款 发生在期出 还款 发生在期末 好了 根据上面的要求 填 下面这个表 填完就完事 资料啊 要把它用 要用好 要用对 来 我们首先 看一下第二个资料 它说啊 期出现金余额是16万 这个期出 不就是第一季度出吗 所以第一季度 期出现金余额 这16万 看上去 下面 销货的现金收入 销货的现金收入啊 它在这个地方啊 列的比较详细 是吧 本期的 上期的 好 看一看 它说 上年年末 就是当年年初 当年期出 现金余额呢 是282万 这282万 在第一季度预计收回 所以第一季度 收回上期 销售的 这个地方 282 那么其他的呢 那就是当季 收三分之二 夏季 收三分之一 它又告诉 每个季度 收入的预计如下 你看 每个季度预计的 收入如下 那你把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咱们 给它分开呗 第一季度 销售是 990万 三分之二 有的是660万 在第一季度收回 三分之一 有的是330万 在第二季度收回 对吧 这是第一季度的 第二季度呢 是1500万 三分之二 在第二季度 当季度收回 还有三分之一 500万 在第三季度收回 第三季度 销售数据是3600万 三分之二 2400万 第三季度收回 还有一千二百万 在我们的第四季度收回 第四季度 是750万 三分之二 在第四季度 当季度收回 收回500万 好了 这些数据 不就有了吗 是吧 这样呢 我们本期 销售本期收线 上期销售本期收线 这些都体现为 销货的现金收入 好 这样 我们可以把 第一季度的 口供实用的现金 给它搞定 后面 我们不得而失 因为后面呢 它的期数现金预额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第一季度 期数现金额 再加上本期 现金收入 这个数据一相加 好 我们第一季度 可供实用的现金 出来了 往下走 下面 我们看一下 现金支出 现金支出啊 它的内容就比较多 不要漏条件 条件 咱们千万不要一漏啊 首先我们的职业材料 职业材料 他说啊 我们总共要支出 一千八百万 第二季度 负百分之五十 九百万 第四季度 负百分之五十 九百万 所以职业材料 第二季度负 第四季度负 分别负九百万 对吧 九百万 接下来 我们的职业人工 职业人工 第三季度负 一千九百万 在这里吧 我们的职业人工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负 这儿呢 一千九百万 再比如说我们的职业材料 职业材料 第二季度负九百万 然后呢 第四季度负九百万 下面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 第三季度发生了六百万 好 第三季度发生了六百万 六百万 在这儿 对 然后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发生一百五十万 好 那么第四季度呢 发生了比较多 三百五十万 消息和管理费用 每季度发生二百万 所得税费用呢 每季度发生九十万 然后 第二天的市场线 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分别发生五百万和三百万 这些数据啊 统统拿上去 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好了 这样呢 现金支出的项目 全部都有了 把现金支出 合计算出来 这样呢 四个季度 现金支出的合计 这不就有了吗 好 往下走 下面 我们又回到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已经有了 可供使用的现金 也有了这儿的 现金支出的合计 咱们把两则相减 就得到现金的 多余或者不足 来 我们回到 咱们的第一季度 得出现金多余或者不足 是十八万 好了 那你再一看 前面说啊 我们这一滴现金余额 是不得低于十万块钱 那现在我们是十八万 期出又没有借款 所以 不会涉及到 我们这个利息的问题 也不会涉及到 还款的问题 既然如此 我们的第一季度 期末现金余额 直接拿下来 那就是十八万了 好 下面第二季度 那么第二季度呢 因为有了 第一季度 期末的现金余额 第二季度 期出的现金余额 这就有了 十八万 十八万 再加上第二季度 销货现金收入 得到第二季度的 可供使用的现金 一千三百四十八 一千三百四十八 再减去 现金支出的合计 倒是一千六百四 就得到第三步 现金的多余或者不足 你一看 负到二百九十二 说明 缺了 缺了 咱就找银行借钱呗 借多少钱呢 借A这么多钱 负到二百九十二 再加A这么多钱 再减 借款再期出 还款再期末 那你当期借 当期有利息哦 年利率百分之八 季度利率 那就百分之二 所以再减去 A乘以百分之二 这是期末现金额 应该要大于等于 应该要大于等于 十万 好了 你把这个数字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 A 在借钱的时候呢 一定是五万的整数倍 好了 我这个数字 我跟他们稍微解决一下 这个地方是 大于等于 302 A 减去 百分之二 那就是 0.98A 所以啊 这个A 应该大于等于 302 除以 0.98 应该大于等于 308 由于 借款是 五万的整数倍 你去借 308万 人家他不借给你 咱们借钱 多借些 借多少 借310 所以我们的借款 借310万 当期支付的利息 310万 再乘以2% 最终 我们把第二季度 期末现金余额算出来 是吧 得到 11.8万 有了第二季度 他的现金余额 期末现金余额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 第三季度 七出现金余额 那么第三季度的 七出现金余额有了 可供使用的现金 这不就有了吗 再结合他的现金支出 第三季度 现金的多余 或者物足 这也就有了 所以我们一看 咦 这个钱多了 钱多了 咱还钱去呗 所以 121.8 假设还钱 还币这么多 注意 我们的第三季度 即便你要还钱 那也是西末还 所以6.2万的利息 那是一分少不了 所以再减6.2 这应该要大于等于 10万 你把这个币 解出来呗 来 给我们稍微解一下 121.8 再减去 6.2 然后呢 再和这个10 做个差 所以这个币啊 应该是 小于等于 105.6 那么 由于还钱 是5万的总数倍 还钱咱就少还 所以咱就还多少 还105万 最终就还105万 这个利息 依然是6.2 得了 第三季度 期末的现金余额 这个地方呢 不是余缺 应该是余额 是吧 得了 第三季度 期末的现金余额 这样 第四季度的 期术现金余额 这就有了 那么 对第四季度来说 可供实用的现金 也可以算出来 用1710.6 再减去 第四季度的 现金支出 1540 这你看 现金多余了 多了 170.6 好了 现金多余 现在还有欠款呢 因为第二季度 借了310 第三季度 只还了105 那还有欠款 继续还吗 继续还钱呢 所以 170.6 再减去 假设还了钱是B 再减去利息 那利息怎么算 还是6.2吗 不是了 对于利息来说 同学们想 这个第四季度 我到底用了多少钱 用了多少呢 原来借了310 来到第二季度 来到这个第三季度 来到第三季度 还了105 所以第四季度 我真正用的是有205万 再乘以2% 这才是我第四季度 应该支付的利息 它应该要大于等于10万 这是我们第四季度 它的一个不能试列出来 最终啊 我们解释来 还钱 咱少还点5万的整数倍 还155万 好了 这个4.1 就来源于 3.1减去105 再乘以2% 这得到4.1 对吧 这种第四季度 期末的现金余额是11.5万 好了 这是1 2 3 4 四个季度都搞定 来我们看一下何技术 何技术啊 要注意 有的数据能相加 有的数据不能相加 首先 我们的第一个数据 七初现金余额 那指的是全年的年初 全年的年初 那是不是就1月1号啊 就是我们第一季度的七初啊 所以16直接拿过来 下面 本期销售 本期收线 这可以累加 这也可以累加 就四个季度也累加 这没问题 接下来要注意 可供使用的现金 一定不是这四个数据相加 当然不是啊 因为这四个数据当中啊 有七初现金余额 如果你相加的话 你会发现 那都算了 这三个数字和 对吧 所以全年的可供使用的现金 也还是老老实实的 用七初现金余额 16万 再加上 我们这一年 这个销售 所引起的现金流注 这三个数相加 才是6888 好 接下来 现金支出 现金支出啊 这各项现金支出 可以横向相加 四个季度与合计 这没问题 接下来 现金多余 或者不足 现金多余 或者不足啊 这同样是 前面的可供使用的现金 6888 在减去这个地方的 现金支出的合计 6910 得到负到22 下面向银行借款 全年 总共借了300亿 归还银行的借款 第三季度 还了105 第四季度 还了155 最终呢 还了260 那么支付 借款的利息 这三个借款利息 也相加 那么最终 我们得到期末 现金余额 11.5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的 11.5拿过来 直接拿过来 没错啊 是吧 第四季度 季末 那就一定等于 全年的年末 当然了 你也可以这样算 负到22 加 310 减 260 减 16.5 同样得到11.5 好 填列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表 也就填列完毕 我们这道题 也就到此解决 好了 这是我们这道 计算分析题 那么这道题目结束 我们整个第18章 学命预算的复习 也就接近尾声 对于社长来说 内容不算太多 但我们涉及到的一些小点 还是比较重要 比如说我们的销售预算 实际材料预算 我们的生产预算 我们的现金预算 对吧 现金预算 你看前面几年 都在考我们的主观题 下去 把公式理一理 把思路看看 把题目做一做 我想咱们第18章 全面预算 就可以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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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